我就是贴上新增 所以你如果刚刚没跟上 没关系就贴 然后呢 中间就是加这一段 从Wiz到Wiz 贴上了 改了这个地方就好了 其他都没改 然后呢 再把资料剖析 因为资料剖析刚刚做过了 所以我们就用call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以后 call还蛮好用的 做过一次的程式以后再利用 call它就好了 就是把下载的东西 资料剖析 然后栏宽再调整一下 然后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先删除旧的 然后再一个一个帮我下载 然后它一个一个帮我下载 你会发现 切过来就是一个 第一页了 它里面的100多笔 然后第二页也是100多笔 不过它这个好像只有分页 它没有特别去针对 它哪一个日期做分类 不过这个可能你自己再去做分类 也许 所以 可能像这个资料 最好的方式还是全部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之后的话 你再自动帮它按照年 去2017 2016 一直到2004 所以后面可能还要再讲了 刚刚是资料的放在一起 然后再把它分 分了之后 分分合合了 反正资料不外 就是这样 但后面可能又太复杂了 它到这里差不多了 后面的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许未来 我们的下一个阶段课程 就会再针对工作表部分 再做后续延伸 不然我看这个没完没了 这个东西可能可以做东西太多了 最后再删掉 最后的话 如果说你希望 再把它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类似像那个 这个进度状态条 这个难度又更高了 那我大概把需要做哪些事情 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这里面的话 第一个 你先需要做一个什么 表单出来 那这个表单的话 第一个 我们前面好像有做过 那个表单练习 那这个表单 其实不会太复杂 这个表单 其实你就按右键 插入一个自练表单 那那个表单的话 我大概就做几件事 一 把它的名称 改成什么呢 这边我把它先提一下 OK 第一个呢 把它的名称 改为叫Home 然后呢 Caption也许叫做下载进度 最重要的是 这个地方 它第一个 大家就改完了 就是改这一个 改这一个吧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这一个里面 放什么 放一个label标签 标签的话呢 就是直接用这一个 然后拖拉一下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假设按右键 我先做一个 自定 然后这个名称也许叫Home 不过现在已经有个Home 所以我叫Home 也许叫Home2之类的吧 再加上2 Enter一下 然后呢 这个Caption改一下 叫下载进度 或者你不打也没关系啦 反正这个只是一个 让使用者知道一下 Enter 你会发现这边有下载进度了 然后呢 这个高度由你自己决定 你要多高 多宽 拉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在这个上面 我们再增加一个标签 那不过理论上 应该你点它 它会有工具箱 如果那个工具箱没有出现 你可以点这边工具箱 这个可以开关 假如你不小心关掉 这边可以打开 或者检视里面也有工具箱 然后我把那个什么 标签按下去 拖拉一个这个标签 那这个标签实际上 就是将来我要让它 下载一个 就帮我拉宽一点 它预设是0 慢慢慢慢增加 所以呢 我这边的话呢 我需要把这个Label 名称也许叫PB Enter一下 那这个 这个重点 你们可以参考 云端上面这边有画面 Home有没有 PB 颜色是这一个 然后宽度是400 那你就尽量 反正就照着做好了 PB Back Color 在这里 就是它底色的颜色 调色盘用红色 但如果你不要叫红色 没关系 你自己喜欢 这个上面有个标签 把这个Label 这个Delete掉 因为不需要 不然的话看起来怪怪 有个Label1 宽度的部分的话呢 设为400 Enter一下 不过有些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一定要400 没关系 你将来可以改 但是这个数据 是根据程式 里面一样的 然后把它稍微拉宽一点点 拉宽一点点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Label出现了 那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让它启动的时候 顺便去跑那个进度 所以我需要呢 再来 我已经有个表单之后的话 我需要呢 把它在 这个我的 module里面 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叫 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启动表单 或者叫其他名称 都没关系 因为我要把那个表单 叫出来 所以呢 我需要 叫 home.show 那它就会 秀出来了 可是问题 如果home.show里面呢 假如没有写任何程式的话 它就只会怎么样 假设这个 我先把它 先 先把它不执行 假设 这里面预设是空的 我把它这边先注解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让它home.show 执行起来 你会发现 它会长这样子 它不会跑 所以呢 我要怎么让它跑呢 特别注意哦 关键来的 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呢 当它被启动的时候 它要去做一些 刚刚下载 就是新增工作表 然后呢 下载 等于是刚刚那一个sub 等于把它复制贴到这边来 那刚刚写的那个sub 贴到哪边 特别是说 一 请你在表单外面空白处 点两下 二的话呢 它预设是这个click 就是表单被点击 事件驱动 表单就是一个 就是物件 驱动是当它被click 可是我不是click 我是当什么呢 当这个表单 被启动 所以启动会有一个事件 名称叫activate 被启动的时候呢 那我执行这里面的这些事情 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我先把旧的 如果有旧的 我先删掉 删掉只剩一个 然后呢 再来呢 把那个pb pb还记得吧 pb指的就这个 把这个怎么样呢 把它归零 为什么要归零呢 因为它还没跑嘛 所以先零啊 那它的属性是什么 vist vist 指的是它的宽度 我们刚刚不是有 把它的宽度设定为多少 这边的 这个vist 设定为400 那也就是它全部跑完之400 它完全没下载 就是0 0到400 那因为我要下载16个 所以呢 每下载一个 就是把400除以16 就是每 跑一次就一等份 跑一次就一等份 一起来推嘛 这样就会有那个效果出现 所以呢 我的程式基本上 就是 在这边 把这个点两下一下 for i 等于1到16 做什么呢 就刚刚那个事情 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并且怎么样呢 去 这个其实我是呼叫 那个大欧下载 传递 或者你这边 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刚刚我们那个 vist到vist 那个方法 其实就是刚刚那一段 我用这一段 这个 这个来 给 这样 大家会比较清楚一些 这一段 就这一段 然后 当它下载 这一个 就跑跑跑 下一个 那可是我如果下载一个 之后的话 我必须要怎么样 把这个pb的vist 把它更新 那更新怎么更新呢 就是 它现在是从多少 从1开始 那我就更新一等份 1乘上呢 400除以16 就是我更新一等份 对不对 然后下一个就更新2 i等于2的时候 就i乘上 它的那个宽度 就是再更新一点 再更新一点 OK 所以 底下有一行叫做 repent repent 是让它重画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让它重画的话 它那个画面不会更新 所以 表单点 里面有个叫repent repent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重新画一下画面 最后的话 跑完之后 就把这个 本来 换点 show 因为它跑完之后 它就不需要 所以最后 需要把它关掉 关掉的话 有个 换点 嗨 就把它隐藏起来 就完成了 所以最后的话 因为这个东西 比较复杂 所以给各位参考 其实如果你会的话 以后呢 只要你需要让使用的等待的话 你也可以做一个类似的东西 最后我们来试一下 把它执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它会先怎么样 先呼叫 那个 这个 把它执行一下 它会先启动之后 然后做什么呢 启动起来 那我就是 把它做 删除 旧的工作表 把这些工作表 全部都删光光 原来的旧的 全部都把它删掉 这个底下 全部把它删掉 OK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开始下载 那下载的话 一样 我们刚刚就是 就等于刚刚那个下载的部分 然后下载完了之后 因为PB现在等于零 我把它 第一行等于零 所以 它已经下载一个 所以一层上 它相处的结果的宽度 重新 帮我 改一下 你会发现它已经 一个了 但是因为程式执行太快了 所以再把它repay 重新再画一次 下一个 一直可以推 所以它又下载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 怎么样 再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又再更新 所以更新就是 二乘上它的 这个总共除的等分 所以 又更新一个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全部执行好了 关掉了 有没有 所以 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 你在下载网页的时候 可能会让使用者等很久 或者你给你老板用 这个到底有没有下载 是当掉了呢 还是下载完毕了呢 他不知道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增加一个 进度状态条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让他感觉 已经在开始下载 就完毕了 请各位试一下好了 刚刚这个地方 主要就是再延伸 讲一个有关 如何删除 就是利用表单 做一个进度状态条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